重点就是说,如果利用Java去取得你现在这一台电脑的 包含像日期,还有时间 日期跟时间,两个都要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要把它格式化 那格式化总共会有格式一种,两种,三种,四种 OK,所以需要两个类别 因为一个类别是取得时间 现在日期时间 一个类别是取得格式化 所以两个 那怎么做会比较简单呢 当然,你第一个就想说 那当然你可以查到Java的API里面的说明文件里面 它有一些分类 那你可以从UT的套件里面找到有一个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因为这个观念怎么建立 第一个当然我们就建立一个class 这个class呢 也许我们的class名称的话呢 可以,我就写了很多种 OK,那这个是比较标准的写法 就一般性写法 就是说第一个 我先用input的方式 input哪一个 Java里面的UT的 所以你当然一样嘛 你这边点一下 它会点下去嘛 那你可以打一个U嘛 它会自动会跳出UT的 那个U开头的 UT的这个套件嘛 那至于这个套件里面呢 有什么相关的东西啦 你可以这个地方当然你可以细部的再去了解一下 UT的里面这个套件 有哪一些 其实UT的这个套件还蛮常用到的 所以你其实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套件里面有哪一些 类别 UT的 它隶属于在这边 有相关 它里面这个类别的话 有什么世界模型 日期 时间 设施 国际化 资源 等等的 这些啦 那当然里面有哪些细项 我想你可以再去看一下里面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套件里面的东西 那其中我要取得日期时间的话 其他里面有一个叫点 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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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面的话呢 那它会 这边它有一个说明 你在它旁边都会显示出来 它里面的话呢 精确到毫秒 你会发现的精确到毫秒 好像我们曾经有用过 有那么某一个 某一个方法 某个类别里面的某个方法 System.Current Minus Current Minus 那个 Time Minus 那个方法 那它会自动会抓到 那实际上 它里面有个叙述啦 那这个叙述是 它好像是跟那个 哪一个日期相比较的样子 这边有相关说明 然后1970年1月1号吧 OK 然后年的话是用1900表示 月、日等等的 OK 那其他的话 它这边底下 其实一般我在使用类别的时候 我会稍微看一下 它底下 还会有一些 另请参见 这个 Day Format 实际上 它还会延伸性的告诉你 然后你取得时间之后呢 那你应该还会需要做什么 格式化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要做格式化 那你看一下 Day Format 就可以帮你做了 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Carent 这个 实际上 这个也可以取得日期时间 它跟Dates还蛮像的 只不过用的方法不太一样 那当然我印象中 后来好像Dates用的越越少 反而Carent用的比较多 为什么呢 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 里面相关说明 那还有像什么 Time Room 这个或者其他的 那你可以再把它点击进去看一下 里面都有相关延续性的 所以 所以 有时候你要彻底去了解 那个什么 某一个类别的使用方法 其实在 我们的API里面 都有 都有一些说明 而且 因为把它变成中文的关系 我想大家看了 我觉得好像速度上会快 应该会比 看英文来的 快上许多 那不过 未来你们可能会遇到的 一个状况就是 可能公司会买一些 这个外部 Separty 或者是一些其他厂商的 那个 这个 这个 Framwork 框架 或者是 韩式库 那来的时候 它也会有API 因为他们都遵循Java的 也会有一个说明给你看 不过那个说明 大部分都是 应该 基本上应该都是英文的 所以以前我们 其实还蛮习惯的 就是看英文说明 你答案都在这里 你 所以你 你去找第三方的 他也不可能说 还有哪一本书去教那个吧 没有啦 他就是你要自己 可能 全台湾 没有几个人 会用过那些东西 那你就 但是规则 基本上都差不多 因为他都是遵循Java的 这种物件导向的观念 所以你们应该要学的 不是说 学会去寄哪一个 比如哪个类别 它里面有哪个方法 怎么去使用 而是说应该要学会的是 如果用 给你一些韩式库 不管什么韩式库 你都很快就可以用了 就像我随时反正就 这个不能用没关系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然后去比较一下 哪一个对你现在这个专案 是最有帮助的 那当然你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结果 那至于网路上 他会分享很多种 你也许去Google一下 我想应该也会有别人 给你一些不同的使用心得 那这个时候 我就已经把它汇入进来 Import了 那Import之后的话 那再来的话 就是第二个是 那个Day Format 刚刚这边的话 他有提到 就是说有个相关说明 是Day Format 也许你可以从Day Format里面 找到一些蛛丝码机 那你会发现 这个Day Format是隶属于什么 你会把油标放上去 它也还蛮贴心的 它是在Java.test的套件 有没有 油标放上去 它会告诉你 在test套件 对不对 所以你要Import它 也OK了 然后呢 Karen的 这个也是Ut的 这个Tron这个也是Ut的 那至于什么使用 我是建议 太多东西可以学了 所以你们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你们是要慢慢 至少第一个 Java里面重要的相关类别 你都会至少用过吧 虽然说以后用不到 用得到用不到不知道 但是至少你熟悉了 以后的话 人家马上要你做什么 你马上就有一些招 可以马上知道说哪些可用 或哪些不可用 这样子 OK 那比如说这个Day Format Day Format是在Test里面 所以一样的方法 我们把它点Test 点Day Format就进来了 那这个Test 我印象中里面 大部分都是放什么 放一些格式化的 就是说呢 你要针对它 假设日期 就是日期格式 数字格式 讯息 等等的啦 本文或者是说 把它格式化成什么 就会有这个 像前面有一个 那个101这一题 其实101这一题 我们是把它 它如果说那个 就是各位数字要补0 那我们前面好像有做过 这边有个补0 一幅 这个Lambo小于10的时候 那就是1到9 就补一个0 那如果不是1到9 就不补0 实际上这边的写法 你也可以改一下 格式化 其中的话 用哪一个格式化呢 其实在那个什么 Test套件里面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 一个套件 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Decimal Format Decimal Format 那个Format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 等一下 你可以试着把它 试试看 那 Import那个Java 它里面 它是放哪里呢 你就记得是Test Test这个 里面这个套件里面呢 点 D Test 点 Decimal Format 你会发现它会跳出来 其中有一个叫做Decimal Format 那这个Decimal Format 它主要呢 它就是可以让你做什么 做一些格式化 比如说里面有数字 因为我们是要针对文字 格式化成数字 那刚好就是 这个 里面的话 那当然你也可以利用它 去做一些相关格式化 甚至你可以格式化很多啦 比如说像这边有 像小数点 或者是百分比 或者是金额 或者是科学的技术等等的 那这边都有 所以 做法上 当然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这边有一个 这边也就是 它又有延伸讲到 那个Lambert Format 其实这边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 如果延伸性的学习 可以用这一个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的话 是那个 就是Decimal Format 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把 两个功能都引入进来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希望看到的就是说 我要怎么去实作使用它 那我这边把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结果的话 把它秀出来 那基本上呢 我这边执行完毕之后 就会有四种格式的日期出现 当地时间 短的 然后再稍微长的 再来就是长的 再来是最完整的 所以它会有四种格式 那这个四个格式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先取得时间 再把它格式化 再输出 所以基本上的流程是这样 那这个做法 第一个 我们已经把这两个input了 然后呢 先print了 print了上面的东西 我们现在还没开始 也许这个地方 上面部分 先把它print了 这个上面这一段 那再来要取得时间 格式化 那如何取得时间呢 当然我们有 汇入一个date的类别 那你要使用它的时候 跟前面一样 你要把它实体化 实体化呢 变成一个物件 它是一个物件呢 才可以取得它里面的 它能够实作一些事情 OK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把它宣告成一个date的物件 后面记得是new一个 new date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date里面呢 就可以存放你要的相关讯息 包含是 年月日十分秒 OK 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呢 第一个 我们已经取得date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还可以 什么格式 就是我们会有四种格式 所以这里下我宣告了 dateformate 这个类别 然后呢 宣告第一个物件 是短的 就是第一种格式 这个第一个格式 然后 这边的话 我是利用dateformate 特别主要 它不是用new 因为我 它这个类别的使用方法 不是用new 而是用取得它的实力 取得它的实力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它的相关说明 其实里面有相关说明 要怎么取得实力 这边都有讲了 就是说你要get dateinstance 然后呢 再去利用这个getinstance 它的实力 其实一般的物件 大部分就是new它 要不然就是取得getinstance 两种方法 取得它的实力 失措 然后呢 再去formate 把日期丢进去 所以它这边有相关说明 我们就照这个说明去做 所以呢 我就这个地方呢 先getinstance 然后getinstance后面的话 你会发现 它必须要传入 两个参数 两个参数的话 是int的 那一个是date的style 一个是time的style 有没有发现 那两个 一个是日期 一个是时间的格式 所以前面 那里面的话 我大概会查一下 其实基本上 第一个 如果你要简短的话 它里面的那个 dateformate里面 它的格式 基本上呢 就是你可以传入的参数 看一下这个 基本上呢 你可以dateformate 这边有相关说明 那里面的话呢 有四种 full, long, medium 跟show 那如果你要传这四个 当然你可以 除了说你可以传入这个 呃 长的这个名称之外 你也可以传数字 它可以用数字来传 那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如果是 最短的是三 二 一 零 那我知道这个规则之后的话 我分别就是利用这个方式 去建一个什么 一个物件 那利用这个物件里面 有个formate的方法 你要先产生一个实例 一个 一个物件之后 再利用它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formate 再把时间丢进去 所以我会有三 呃 总共四种 产生四种格式 那四种格式 再把它分别格式化 格式化 格式化 输出 OK 所以你会发现 printer出去之后的话 第一个一定是最短的 short 那它的 这个参数是三 再来是二 再来是 一 再来是零 那 我们传递参数 你们可以查一下 里面除了你可以用数字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什么 day format的点 其实点下去也会出现 它后面还会有一个 就是让你去选取的 这个所谓的 应该是常数 那这个常数的话呢 其实上面用数字 或者下面用这个常数 两种方法都可以 那你想说 那用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 如果将来如果 假如说你用这种方式 当然会比较好理解 可是如果将来 有个状况 其实你会发现 3210 那是不是我干脆 就写回圈就好了 for I 就是简简的 从4开始 当它是 什么 就是这个小于4的情况下 我进入回圈 那简简就可以了 3210 OK 那当它应该是3210的情况下 进入回圈 然后呢 就把这个地方的结果 丢一个Date给它 把它输出 OK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 你们先了解 这两个类别的使用 那再来的话 也许我们用标准的方法 再来也许你可以做变化 什么变化 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 你会发现这个Date 好像感觉比较麻烦 有没有方法 你可以用之前教的System 里面有个Current的Time Minus 可不可以取代 现在可以试一下 第二个 可不可以用Current的 也可以取代 试试看 OK 取得日期的这个功能 但不止唯一的方法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格式化 格式化有没有方法 可不可以让它更简单一样 不要写这么多行 一下子就可以帮我输出 OK 来试试看好了 也许格式化部分呢 可以利用一个回圈 就可以帮我怎么样 把所有的那个格式通通输入